本期话题 李子吃多了会咋样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李子吃多了会怎样 它本身具有 叫好的一些保健功能 所以也鼓励大家 适当吃些李子 比如说李子它具有 生经止咳 又促进胃肠的消化 然后润肠通便 还有瘦身美容 这些都是它的一些好的方面 但是我们也不鼓励大家 过多使用李子 李子吃多了的话 第一个经常使用 它可以省上牙齿 那么对牙齿的腐蚀作用 它因为酸性比较强 对有些小孩 如果说吃多的话 它对牙齿省上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个呢 吃多了李子它也会伤胃 它酸性比较强 对胃肠功能 它也是比较省上胃 那么对比如说胃酸 会引起甚至的胃溃养的 发生诱发 还有呢就是对脾胃虚寒的人 如果说吃了之后会引起泄肚 还有本身过量使用 它也会导致泄泄 所以令到李子是伤人的 如果吃多了 就会省伤人的正气了 所以呢我们不要吃多 所以李子呢 我们主张少量使用 是非常好的 一般呢比如说儿童的话 吃一到两个是比较合适的 过多的话 对脾胃功能有点省伤 所以呢食量使用是可以的